从开红盘以来的强势股 我们是不是能够追踪的出来 如果这个强势股今年一整年 都是他们成为明星 那投资朋友的选股方向 是不是会比较明确 对 基本上来讲的话 其实台股在一个 开红盘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这个涨幅 其实在这礼拜也是蛮大的 那原则上我是认为说 台股的话其实 我是认为现阶段多方的控盘 是没有问题的 那主要还是会等待一个月线的翻扬 那你说他直接一直攻上去 也不太可能 他会等待月线的翻扬 再去做一个攻击 那重点是你要观察投信 其实在过年前我就跟大家提到了 投信在年前是趁机减便宜 如果你打开台股的加权指数来看的话 看一下外资跟投信买卖超的一个情况 外资其实是持续在卖 就我刚才前面讲到 外资其实是都在卖 外资年前是都在卖的 那是谁在买 投信 有没有投信是持续在做个买超 那这样的情况在我前面就告诉大家 他是在趁机减便宜 那为什么他会趁机减便宜 因为其实很多公司的营收 跟获利在第一季或第二季来讲的话 都能够维持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 所以他会在这时候股价下跌的时候呢 趁机减便宜 那你看他第一季做账或第二季做账 是不是就会轻松比较多 因为他等于是买在低点嘛 那所以说我是认为说 投信的筹码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好好的观察 只要这个投信的买盘没有退掉的话 原者上这台股都能够维持住 你看都能够维持住 那你看最大人家就是投信嘛 所以今年还是以中扫薪 我认为在第二季前半年前都是要 就是以投信的筹码为主 以投信的筹码为主 因为外资受到影响之情况之下 他比较容易偏向卖超 对 以投信的筹码为主会比较好 那金融股呢是支撑指数的一个效果 或者刚才讲到的一个台积电等等 他是比较偏向支撑指数的效果 其实我说实在话 金融股一直上涨 大多数投资朋友没什么感觉 一般投资朋友手上不会有金融股 很少 这都长期持有的 或者说你说在去年12月台积电不是一直狂飙吗 那谁手算我台积电 说实在话很少人会有很少会有 那一般来讲还是要以贵买指数 或者说中小型股上涨力道 有连续性的上涨的话 投资朋友才比较会有感觉 所以我倒是认为说 金融指数跟台积电当然可以观察 但是他主要是一个支撑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现阶段的观察指标 在过年后我也跟大家提到 观察指标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陆海空三军 你看陆海空三军是齐巴 陆海空是什么 航运是海嘛空是那个 那个空航空嘛 在陆的就是电动车 所以航空跟航运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 这两块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 因为刚才前面有讲到 其实在今年来讲 他们的获利营收跟获利的表现都能够维持 我不会说他会涨到哪里去 其实运价我认为也不会涨到哪里去 但是你说他要跌 好像也有限 所以我倒是认为这个营收跟获利能够维持住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航运跟航空我觉得逢低都可以找一个布局的机会 那在主要的话就电动车这部分 这我们后面来的话会详细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未来的一个趋日产业来讲的话 还是会集中在细日产跟高度传输 那高度传输不用讲嘛 这礼拜标翻了对不对 创为到礼拜五都还在涨题 所以原则上来讲话 这个高度传输拉回还是找一个买点 因为整个筹码还是非常稳定 你说外资你说投信也好 都是持续在做一个加码的一个部分 那涨那么多他在加码 一定他认为后面还有高点嘛 要不然他他他不是笨蛋对不对 你看创为这样一直飙 但是投信是不是还是一直满 就你外资都来插花 外资都在开始在买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我认为逢拉回其实是个买点 但是尽量也不要追高 短线过热的话就不要追拉回再买 那未来趋产今年成长性很大的 还有LED太阳的 还有刚才讲到记忆体这部分 尤其是LED跟太阳的 所以这几块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重重去寻找一些投资的机会 那今天来讲的话 我就跟大家讲一个陆军 陆军就是电动车的部分 陆上的 对没错 因为陆军来讲电动车 他是一个成长趋势 比较明确的一个产业 因为在全球一个 持续去推动一个绿能政策 或者说推动电动车的情况下 各家车厂都在推电动车 所以预估 预估全球智能电动车的产值 大概到2025年 其实他会变成一个百兆产业 你看大家都是半导艇的 其实半导艇才12 我记得是12千亿 还是百亿 那12百亿 然后再来是智慧手机 其实最大的量是在传统 汽车跟电动车这部分 所以基本上来讲话 为什么鸿海会那么积极的 学路电动车 原因就在这边 因为他的商机非常大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 大家可以好好留意电动车的情况 那电动车里面 当然你去看他成本结构来讲话 这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就快速带一下 电池当然是占最大一个成本结构 那电池的一个成本 在这几年以来 从原本很贵 占天动车成本高 但是很贵嘛 但是现阶段他大概跌了九成 那跌了九成就有助于 一个电动车的销量去做成长 因为电动车会如来如修嘛 会越来越便宜 那越来越便宜的情况下 大家购买电动车意愿 就会比较高 而不是说一出来都三四百万 那一般的 我也买嘛 但是现阶段都有平价车总的 一百万出头 平价出头 那就会触动电动车销量去做成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都持续看下面的图来看说 电动车销量 你看电池模组这样大概下降九成 跌了九成 所以电动车的价格呢 也变得比较平价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从电池股去看一个投资的机会 那电池股里面来讲话 我这边导播我一个图是电池的一个正极材料 那个图 电池来讲 里面占成本最重就正极材料跟电解液 那正极材料来讲话当然啊 我们台厂来讲话以康普跟美奇马为主啊 那电解液呢就是聚合的一个情况 因为基本上来讲话 电正极材料占电池的成本大概有到四成 所以你当然去找这个才是优先的首选嘛 那电解液大概增到两成到三成 所以原则上来讲话 我是认为如果你电池想要投资电池的话 你去找正极材料跟电解液 我相信他们在股价直稳之后 其实是有往上走的机会 例如我们看康普来讲好了 康普为什么会讲康普 因为康普最近投信是有在买的 有趁机在买就我跟前面跟大家讲 有些投信会先减便宜哦 你看投信已经偷偷在买 有没有其实股价还没有什么涨 然后这里是月线 他在月线附近在做一个测试支撑动作 所以这个可以留意 所以说其他相关个股在电动车部分 也可以留意 因为电动车消耗成长 就会带动一些相关个股的一个周边概念股去做成长 例如说作为CIS感测像同心电啊 或者你说像充电桩的一个飞红啊 甚至于说你说这种连接器的一些个股 一些厂商来讲的话 其实都有机会受惠 像同心电来讲 其实CIS感测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一台车以前一两颗感测器 但是电动车就像个大的 大的什么大的电脑嘛 所以感测器运用越多 你说老航啊或者说自驾等等 全部都会造成电动车的一个感应 展测器数量去做成长 所以这CIS感测封装来讲 他的订单就会大爆发 所以原则上 外资也预估他今年的营收跟获利都会创新高 那最后一块来讲话 我还跟大家提醒就是 在二集体这部分 这个礼拜来讲二集体已经先动 他是今年来讲话 电动车最早动的一个情况 二集体来讲话 其实二集体在二月份 就这个月可能会酝酿去做涨价 以前二集体价格是不太会动的 但是既然他敢涨价 代表说他的需求一定非常强 他在敢涨价 所以原则上来讲话 强貌率先去攻击来讲话 所以会带动像台办 像彭城 甚至说像德伟来讲话 其实都有机会 股价持续往上去做攻击 这边给投资朋友做参考 所以看到了整个车用相关的商机 真的是非常庞大 那今天呢 这个我们龙哥也很清楚的 帮大家点出来 这个当中的细分族群当中 最重要有可能今年由谁来领军 那这当中又该选择哪一些的指标股呢 我们下个节目回来再来追踪 谢谢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